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今年是大选之年 在今年年底进行的大选当中 哪个政党将获胜呢 维多利亚大学的一个政治网站 就做了相关的预测 据维多利亚大学的政治前景预测网站 iPredict预测 国家党将在今年选举中占据优势 关于2014年的新西兰大选 iPredict的第一次预测显示 现任总理琼克将会与微弱的优势 组建一个国家党保守党 联合未来党联合的未来政府 未来政府中也有可能包含毛利党 预测还显示 国家党有53.3%的几率获胜 工党则有45.1%的胜率 据15号早上9点32分的预测 国家党将获得43%的选票 工党为34.5% 绿党为9.5% iPredict的网站表示 没有其他政党被预期 在MMP选举制度下达到5%的门槛 保守党和新西兰优先党 均有望赢得政党票的4.6% 毛利党为1.5% 行动党为1.3% MANA党为0.7% 据介绍 新西兰一个政党执政 至少需要61名国会议员 在这种情况下 国家党保守党和联合未来党 可以获得61个国会席位 如果毛利党参与 政府将获得63个席位 如果保守党不能赢得国会席位 那么工党绿党 毛利党和MANA党将获得62个席位 据iPredict网站的预测 这次选举可能在10月份举行 与此同时 iPredict政治预测网站还预计 今年的经济增长将会增加 但是利率也会上涨